好大家午安 那今天的協商主题是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律师法修正草案等13案 那我们先来介绍与会的机关 今天与会的机关代表有 法博部政务次长陈明棠 检察师王俊丽司长 司法院政府成法官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 检察官检美会 考试院第一组检任秘书黄振荣 教育部专门委员管欣 曾还是管 曾欣元 外交部专员洪立真 国防部法律事务司邱新伟 副处长 考选部专门委员张立雪 全序部专门委员黄慧晴 劳动部专门委员罗文娟 检任视察叶明如 内政部和 这什么司 和团司 科长陈永福 专员陈静文 经济部专门委员胡美 曾大陆委员会副处长 和达人 最高检察署 主任检察官张立立 内政部警政署 警政监梁元明 内政部移民署 专门委员黄英贵 好 谢谢大家 那现在场的委员有 管毕丽委员 钟红照委员 油门女委员 那感谢各位委员 及各机关代表的参与 审查会在108年5月30号 第九届第七会期 第27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完均 审查结果 扣除不予采纳部分后 既处理11张张明及146条条文 保留条文既有36条 需交由党团协商 那我们先请与会的机关代表说明 来陈次长 来主席各位委员 有关于律师娃的部分 因为是情案修正 那因为有 这个律师界呢 有不同的意见 那也透过 招委还有政委员 在做协调中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保留36条里面呢 今天能够有各个不同的意见 能够整合 如果不能整合 是不是在保留到 会后在协商到院长那里协商 那希望呢 这个会计能够通过 以上谢谢 好 谢谢众次 那在我们进行协商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法案很大 那做的变动也很多 整个条文是146条 那在委员会我们是保留条文有39条 那为了协商顺利 跟委员手上有一份横的这个条文 大概这个修正动议 这个有69页 那我们就称为A版 A版 大家手上有没有拿到这一份 有69页的这个 然后B版 然后B版 B版就是我称之为B版就是有30页这个值的条文 那A版的部分是招委试着去综合大家的意见做的一个方向建议 那B版是有委员办公室也是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来的 那有委员你还有一份是这个127条129条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委员会虽然保留条文有39条 那后来招委办公室我们在顺条文的时候 认为有些还是可能要做一些 委员会没有 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的部分 还是要做一些修正的建议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讨论的条文总共有47条 47条 那就是先有的条文是有委员也有建议 那招委也有建议 那46条就是以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条文里面大家来看 那就是我们建议协商讨论的条文 那不知道委员对这个方向还有程序的进行有没有意见 好 那就是因为时间上有限 我们就开始顺着这个条文 第四条在委员会是有保留 那经过讨论之后 那经过讨论之后 现在有委员跟就是两个版本的建议都是维持行政院含起选意条文 是不是大家就照这个这个修正就是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就通过 就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 第四条 第四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过 对啊 那审查会条文就是行政院的条文 那审查会是保留啊 审查会是保留啊 我们在审查会的时候是在把这个当时管委员的意见就是也是也是针对行政院的版本第六款后 有客观事实足认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业务并进法律部认定资认为说应该还是要给予发还是要发语证书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审查会的时候委员会的时候是把第六款拿掉 然后七八其他没有变动 因为第六款拿掉第九款就变成第八款 我们有把条文再顺一遍 就是原来的第六款拿掉之后 最后一项的文字就是第一款及第八款 来看有委员 有委员这个部分你的修正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照A版的第五条修正动议通过 好 接下来讨论第七条 第七条我们在委员的时候是保留 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后来讨论过 就是还是建议维持行政院的版本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 第七条我们就叫行政院的版本通过 好 接下来讨论第九条 第九条就是跟刚刚这个第五条 本来是如果认为说 他的有客观事实 读论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职务 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是应该发与证书 但是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 要命他停止职务 那现在是 所以就放到这个停止职务的这一个款里面 那现在这个部分可能是之前在委员会的时候 王荣章委员他有一个建议就是 包括其他的法医室或者相关的专业基石的法令 就是不要用身心状况去排除他的执行业务的权利 他认为有违反这个有歧视的问题 有违反这个权利公约的精神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方向上面大家是确定的 但是如果是把身心状况这四个字拿掉的话 等于这个条文的文字的意义就没有限缩 就是等于只要你客观事实 主任他不能执行业务 就不能执行业务 那这样子好像给 也不是给法务部的空间太大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限制的范围不明确 所以有这样的疑意啦 有这样的疑意 那身心状况放进去 又参照其他我们这个 这一届的修法方向 好像又有歧视的问题 那次长是这部分可以做说明吗 那个因为王冬庄委员也是提出来过 在过去的财政法人法 还有其他几个法律里面 他们是有法医司法 法医司法最近修正通过里面是有这样写 如果可以参照法医司法的方向 这个身心状况我们那时候也有列入 那如果不写这样的话范围太广 反而会造成某种程度会 假设是说法务部过度扩前 反而引起误意 所以这个身心状况在法医司法里面也有 只是那时候好像是说 要一个专业认定 我们要不要参考那个来做修正或怎么样 不是只有法务部 那这边写法务部认定 法务部也是要有一个小组来做认定吗 我们会组成一个小组 我们法务部是会组成小组来 如果是按照这样来讲 应该是对于身心障碍者 说身脏应该也不会 不是以过度的违反身脏公约 好那请教各位有没有意见 我倒是要请教 金法务部认定 金法务部认定 在法律上来讲 在立法上来讲 事实上你们不是专业吗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更严谨的说 他要会同卫福部 因为法务部你去组成那个小组 是什么小组 我们也没规范 那法务部哪有能力去认定什么身心状况 所以这个就立法力来讲 我是认为把那个专业措置 就是专业跟那个权力措置了 所以这个可能要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是法务部要会同卫福部认定还是 抱歉 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 刚刚通过 之前通过的法医师法第五条 它第五条 有客观事实 认不能执行职务 经主管机关 邀请相关专科医师 法医师 及专家协者 组成的小组 来认定 我们就把这个来做修正 那边是法医师呢 那边是法医师 内容都改了 法医师法是 邀及专家里面的 把专家包括法医师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许在 要不要再这样 好 那 优委员 好 我会建议就是 就是经法务部 然后会同卫福部 那专家学者 还有全国律师 就是全国律师联合会 共同认定职这样子 跟全国律师联合会 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要停止律师的职务 那基于律师自治的原则 你当然要全国律师联合会 会要通过 这个有问题喔 因为 他没有这个权限吧 我们大概只能说要会同 那个 正次你刚刚那条文法医师 是不是我们如果在律师这边就要律师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本来就有这些代表嘛 对不对 律师 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就是说有客观事人呢 邀请 相关专科医师 这医师一定要嘛 然后律师及协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 因为我想这个条文我们再重新来你啦 就是综合委员的建议嘛 因为法务部 你虽然是主管机关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权限 那当然还是委屋于相关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小组啦 那只是文字上我们怎么放进去 那 有委员的意见是说 因为你这个部分是要停掉律师的执行业务的权利 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律师的代表 还是一定要全联会 我还用律师代表好了啦 不一定全联会啦 我比较建议啦 我比较建议不要这样列举啦 就是法务部会同卫福部啦 因为你法务部跟卫福部 你将来要去怎么组专家小组等等的 你法务部你可以在你的内部说 我法务部在这个小组里面 我要不要有律师要怎样 但是卫福部专业一定要啊 所以官委员是说 并经法务部会同卫福部认定 认定之 那反正你们组的那个小组就是 这个法人在这边 那一定是要法务部跟卫福部 是吧 这个在原来条文 就报院版 行政院版的第十条里面就 法务部应设律师资格审查会 审议律师证书之合发撤销废职 及律师执行职务之停止回复等事项 本来就有这个规定啦 然后呢 律师审查会 由法务部次长 检查师长 高等法院法官 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第十条 对第十条啦 是有啦 我这里 那个都是法律专业人 事实上这个是需要有精神 是要有精神专科的医师 所以是需要有会护部啦 这里面有写 这里面有写 那这样第十条 要不要再回过头来检讨 等一下 我记得好像在委员会就有讨论这个问题 我记得在委员会的时候就有讨论 谢谢 上次在委员会的时候 我记得农专委员就讲得很清楚啊 他认为在认定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要经过相关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只有经过法务部认定 那卫务部当然他有相关的专业医师来做了 对于他在生性障碍或者生性的状况 有什么需要专业学者提供相关意见看法的 这个第二款他的就两个真点嘛 生性状况要不要拿掉 大家现在意见是说不用拿掉 不然就是比较不明确 那范围也过大 然后第二个真点就是 要就是再加一个法务部会同 卫福部认定 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当然一定会调会同那个医师专家吧 嘿来司长 委呃 委呃那个我们在原本的这个第十条 这个法务部要设一个律师资格的审查会啦 那这个审查会要审议的事项里面 有包含这个律师停止执行职务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个条文 其实在讲的就是说 他有这个客观事实 主任身心状况 没有办法来执行职务 所以其实是应该 也是要由第十条 这个律师资格审查会来进行审议啦 那在这个审议的这个委员里面 刚才委员有提到就是说 没有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的法律专家 包含法官啊 还有还有这个学者之类 但是里面还有包含律师也在内 律师的代表有四位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学者专家啦 那这个学者专家 因为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比如说像这个心理的专家 或者是医疗这方面的专家 都可以算是在这个专家里面 那就是是他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邀聘什么样的专家 也是看我们要审议的 相关的一个事件以及内容来决定 所以其实这个用原本的第十条 应该是可以包含在里面 以上的说明 第十条是有一个小组啦 现在是说 到底这个专家两人 就是大概是医师吗 还是说 我判断啦 我猜测就是说 可能这个小组的运作 他一定都还是有医师的一个证明嘛 这样哦 我的看法是还是要列 你看看对不对了 因为我们第这条 就是第九条嘛 我们特别把它列下来这几款 然后这几款是设定它的条件 设定条件以后 第十条是处理程序嘛 所以我在设定条件的时候 我当然要设定 你是一定要为服务站内去认定的 才可以进入第十条的程序啊 所以你要先完成第九条的认定 然后才去用第十条处理嘛 所以第九条还是要订才对 可以啦 那这样好不好 那跟委员 报告一下 能不能参考法医师法 因为在这里是消极之格啦 不得充认嘛 他不能认定 他只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第五款 这个款别 有这个不能充认的原因 那至于说 他到底实际上能不能做 最后还是到第十条去认定 那到回到第十条机制这样可以 但是这里的认定呢 我们能不能参考法医师法呢 就是说 因为如果每一件都要提给 卫福部恐怕也不堪其扰 能不能就以法医师法那种立法力呢 就经主管机关 会同 我们法医师法 刚才那个法医师法给我一下 就是 组成 在小组来认定 认定以后呢 再提到第十条的机制来处理 这样可以不会 就是说 我们就 主管机关就法务部 然后呢 会同 专科医师 那就是卫福部的医师 事实上我们就来聘嘛 那另外呢 律师也可以啦 大家如果认为说 律师要加进来 我们也不反对啦 不要太随便啦 身心状况就是身心状况啦 不要说什么也 你说你要加法医师 法医师跟身心状况有什么关系 专科医师啦 不要乱加嘛 就好好讨论嘛 身心状况 为什么要律师来认定呢 是第十条的程序 你们要找律师 再去找律师嘛 现在第九条 就是谈条件不是吗 对 认定 我的意思是说 认定完以后 再回到第十条去啊 没错啊 只是说那个人 各位要看看 各位 各位委员要看看 要哪些人 我们本来说 如果经主管机关 邀请相关专科医师 在这里 我们也找的是 精神科医师嘛 还有专家学者组成小组来认定 这样可以吗 那哪一种专家学者可以认定 他有没有身心状况 你跟我讲 那不是医生才能认定的事吗 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你中华民国要去认定一个人 他的身心状况有问题 谁才有资格认定嘛 除了专科医师 那专家学者哪有 哪有 权力认定 那是不是这一款的文字 我们还是保留啦 那法务部再综合大家下的意见 再拟一个建议 然后再跟各委员先沟通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第九条 我们就还是先保留 接下来讨论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那这个 第十一条 我们做的一个修正 那包括A版跟B版 大概就是我们把一个 加入一个工会之后 有一个一般会员 或者是 这个是特 在全联会的部分就是 就是你一定要加入全联会当会员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很大的变革 以前的全联会 就是只有团体 律师公会上的会员 现在是全国的律师都是他的会员 那另外责定一个地方去加入工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是走 你就一个所属的工会 那如果你除了这个所属的工会 其他的会员 原来的会员就变成特别会员 只是那个权利义务上面 我跟A版跟B版 大家在权利义务的比重上面 大家有一些 不同的一个看法 这样子 那十一条 因为现在还是在 之前讨论过很久了 我们是不是就先保留 我们还有在协商的空间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讨论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就是在 委员会的时候保留 那现在的修正是把第六款拿掉 第六款拿掉 因为我们有做了一个 其实这个灯特别会员也是有关系 所以我可能前面这个争议没有解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先保留 但事实上应该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因为有委员的B版 也是有采特别会员 只是说我们为了慎重起见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先保留 接下来讨论十七条 那十七条就是把第一项的 景德加入一个地方工会 这个文字删掉 那A版是放到第十一条去 第十一条并不是完全这个精神就拿掉 那有委有没有意见 不然我们就是先保留 因为这些是联动的 那大家应该快要再讨论 好 十七条就保留 接下来讨论二十条 二十九条 好 抱歉 大家现在回到B版第十九条 这个文字上就是 跟法院版的再做一些修正嘛 加入一个地方律师工会为其所属 地方律师工会及其全国律师联合 就更明确啦 就是你加入一个地方工会 就可以全国执行律师职务 就只是加入一个一而已 就加一个一 那加入两个可不可以 加入两个当然可以 现在就是只能挑一个所属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 应该就只是加入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说 就是加入一个工会所属地方 律师工会 我们高雄气暴 那个地方的律师工会 实在是非常必要啦 这个下去确实 也无力回天 但是还是必须要表明 就是对地方的律师工会来讲 新的制度 是很重大的扼煞 那个法务不要说明吗 有没有想 基本上是跟十一条有点联动啦 因为这个加入一个地方律师工会 是一个母会嘛 这主要的会 那其他的还是可以加入嘛 基本上应该是不跟 限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跟原来十九院版的十一条 就是我们的条件是说 前面有写了啦 十一条有写了 不用在十九条特别强调啦 是啊 那因为我们现在十一条 也还没确定嘛 只是说 这个加入一个地方工会 可以全国职业这个方向上 是大家都认同的 对 没错 那就先保留好了 接下来讨论二十条 就是加入地方律师工会 就是除了你在你原来的 那个所属的之外 其他当然还是可以 可以可以职业 然后收费项目 那A版的跟B版的文字应该是 一样吧 与所加入地方律师工会区域外 因为我们大概就 就院版的条件 大概有做一些修正啦 所以都还是整个一个 制度的一个 为了制度的整体性 可能有一些变动 那二十条 A版跟B版的文字一样 是不是我们就通过 接下来讨论二十四条 二十四条 这个也是跟前面联动 因为我们现在制度上去修正 有一个一般会员 就原来的地方工会 有一般会员跟特别会员 那就是再加一个一般会员 我 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是讲说 所属 好 二十四条我们就先保留 我们再把条文顺完 二十四条先保留 接下来讨论二十五条 因为也是那个一般的会员 二十五条保留 接下来讨论三十二条 那三十二条我们当初 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要慎重再去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片面终止契约的时候 相关的一些因应 那目前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修正动议 我们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通过 好 接下来讨论三十四条 三十四条 没有其他的修正动议 是不是我们照行政院的院版通过 三十四条 我们就照行政院版通过 接下来讨论五十一条 就是每地方公会 辖区有设职业率是三十人 都成立一个地方 议事公会 五十一条 这也是一个成立史 那这个 这个还看看是在 要用怎么样来 不是 我这里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好 请说 这里就是我所提出的修正动议 其实原来院版也是 就是成立史 那所谓成立史 就是该法院辖区为区域 也就是这里 譬如说 今天台北工会 那事实上呢 就是他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包括新北市 还有包括这个士林 那现在呢 就是他就是以这个 原则上 就是我们现在是希望 不要太多的工会 也就是说 现在因为 为什么要修这个律师法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新进的律师 他每一个职业 到一个地方 他就必须要入工会 然后缴入会会 还要再缴年会 所以对新进的律师的负担非常重 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说 如果又多加非常多的工会的话 事实上等于又再增加 因为每一个跨区职业都要再缴费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说 以成立史就是以目前 现在的律师工会的状态为主 那就是以成立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来作为他的辖区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说好 他当初在 这个职业 就是他当初加入的时候 那他呢 已经就是在这个 因为就是他的辖区里面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 这些的工会的话 那他可以折一去选举 可以去选 所以就是在这个修实行法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议题 就他如果是 那是24条 那他放在138条 那在这里就是规定说在这个本法 新竹 这是新竹 还有陶新竹的例子 新竹 那新竹是因为当初设立新竹工会的时候 它是涵盖桃园跟苗栗 但是后来又增加了桃园地方法院还有苗栗地方法院 那也都分别设立了律师工会 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说 好就是这个法修正施行的时候呢 该法院侠旗已经成立地方律师工会了 就不在此线 也就是说他已经 当初新竹成立的时候 他是涵盖苗栗跟桃园 但是不会说 因为我们前面讲说已成立时 那就变成他又要涵盖桃园跟苗栗 那因为桃园跟苗栗都已经成立工会了 所以就是以他已经成立了 就不在此线 但是像金门或是马祖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成立 这些的工会也没有成立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原则上 就他们就可以临近 这个会牵涉到后面的138条 就是说他可以就进去选择 临近的这些的工会来参与 好了解 那这条我们还是保留了 我11条 接下来讨论52条 那52条没有修正综艺 是不是 我们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 因为就是把原来的先行条文12条 然后后面再加上相关的一个文字 好52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的条文通过 接下来讨论56条 那这个也是跟特别会员有关联 我们就特别限制 特别会员他的这个累计 就是他的权限啊影响力 还有他的权力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了 我们先保留 接下来讨论58条 地方律师工会章程要记载的事项 就是在第三款加上特别会员 而且还是牵涉到特别会员 他的权力义务的问题是一并保留 好 那就58条我们保留 接下来讨论63条 就是再加上一般的会员 个人会员就是一般会员 是不是搭方向一样了 就确定有一个一般会员跟特别会员 那我们就是明载是一般会员 这个是不是要用一般会员 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讨论 我们一起保留好了 好 那63条 就保留 好 64条 三项因为又有写特别会员 要不要一并保留 我跟事上 这是据现说特别会员 如果担任该地方公会的理事长 他就不能担任全联会的 全联会的那个理事 当然理事了 那这个其实都有共识了 没关系 我们就先保留 好 67条 接下来讨讨论67条 那也是在把会员的部分加上一般 那只是游委员的B版的写法 我是正面表列 所以B版的写法是另面表列了 那67条我们也保留 只是这个方向上应该都是确定的 好 接下来讨论69条 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章程 在职训练的部分是 有放进去吗 18款 这个招委的版本 还有那个游委的版本 都同那个 我们审查会通过的条文一样 在第18款都有将律师在职 进修事项列入 那就是第 最后一项 前项第14款 所记载经费易助方式 应考量各地方律师工会之财务状况 及其会员 特别会员 及跨区职业律师之人数 使得其以维持有效运作 那A版跟B版的文字一样 是不是我们就招 这个 这个修正动义通过 好 那就招 69条就招修正动义通过 接下来讨论 78条 就是这个在 在委会的时候也讨论 蛮充分的 就 就 抱歉大家回到B A版 招修正 招修正 回到A版 73条 73条 就是惩戒 惩戒的部分 也是一个大征典 那虽然这个没有修正动义 这个部分 我看一下 我们就先保留 那不是没有争议 就照院版吗 还是有争议 对啦 好 那个 接下来我们讨论 78条 这个法务 当初我们在 讨论的时候 就是律师惩戒 委员会 然后 我们有给他一个 二审的机制 对不对 副审的机制 然后还有给一个 再审的机制 那现在这个条文 78条 这个部分 就是 然后我们是扩充 外部的 外部委员的参加 是不是这两个方向 对 这个原来是337 现在是3372 3372 就是还有副审 还有再审 就是一样 副 对 然后这三个 这三个委员会 都是同样的 结构 就是3372 那个主席 请说 那个是不是能够 因为我们先行条文 那个法官是三人 检察官是一人 那律师五人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 维持原来的 三一 然后呢 就是律师现在是七人 那再加学者 等于是说 把那 检察官的那个三人 就是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子的话 3372 会不会太庞大 所以我们变成3172 就是没难 而且 这增加两个人 就原来审查会 你们是337 那现在加两个人 那我们是说这把两个人 就是回到原来的 现行条文里面的 那个检察官一人 好法部的意见 我认为所以检察官还是维持 厌版的三人 因为事实上现在从 法服开始 从侦查 包括 事外检察机会调查呢 都跟检察官的业务会有 限制的这个 只剩下一人 就等于15人 那每次开会都15人开吗 天鹅到场啊 对啦 老实说也是 就是要通知嘛 15位 通知15人 因为事实上 老实说有些律师要开庭 检察官法官要开庭 不见得他们能够 都能参加了 所以把这个扩大一点 那将来呢 能够出席的人数呢 会达到法定人数 会比较容易 好 因为原版的时候 就是337 337啦 15 那是不是我们就照 这部分能不能先保留一下 好吗 好 其实8条保留 接下来我们讨论80条 那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后来是整个调整 是3372 因为是采负审啦 负审就是3372啦 那我们在原审也是用3372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就照 原来行政院版通过 本来就这样设计 好 那我们就照行政院的条文通过 接下来讨论84条 还有吗 84条 就是法务部要征询 全国律师联合会议间后拟定 好 每一件的话 我们就照行政院的条文通过 接下来讨论108条 这是当初在 在 就是有再审的 律师承接有再审的机制 这里就是说 要设立那个律师承接委员会 再审再审再审议委员会 还有律师承接 副审再审委员会 那这部分 再防部说明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它是有點就是比照像現行行政策法裡面的再審的機制 也就是說當這個再審議的這個事件 基本是要由原確定決議的那個機關來處理 來再審議 如果是原先是在這個歷程會做成的 就由這個歷程再審議委員會來審理 但是如果是這個副審委員會做成的話 就是由這個副審再審議委員會來處理 大概是這樣 你等於是現在有氏族人對不對 就是有副審委員會 懲戒委員會、副審委員會 然後懲戒再審委員會 然後副審再審委員會 沒有再審委員會 這是要層級的問題 在第一項裡面說原來如果是 原確定案件是歷史懲戒委員會做成的 就確定它沒有再審 它沒有副審嘛 這個就由歷史懲戒委員再審議 委員會來做成審議 就是歷史懲戒再審議委員會來做成審議 那如果是歷史懲戒副審委員會做成的決定 那就由歷史懲戒副審再審議委員會來做 就是同一部裡面再審議 在同一個層級來做 其實事實上也不是設一個 不是設一個新的層級 因為它沒有一個在上面的層級嘛 那個委員會是另外組的不是原來 因為你們原來行政院的版是就有原來的那個 原來的那個原來的懲戒委員會或是原來的副審委員會去再審嘛 那現在等於是另外成立一個委員會嘛 就是我們另外再審議 再審議一條 最後一百 一百一十三個 這有再審議委員會的組織啊 然後轉移第一節的 就是再成立一個 有啦成立一個啦 在一百十三條啦 在後面的一百十三條有 就是在四十月、四十一月 A版的四十月、四十一月有 什麼在裡面 就像原來講的有四個 那就是說在臨時再組成一個新的 那不是常設 就是一個新的再審議的委員會 有啦 那這準用前面的那個第一節規定 在一百十三條裡面規範 但是它就不像那個原來的 歷史審懲戒委員會是常設才放在那邊等 他就另外再組成啦 對不對 我們就做另外重新組成啦 是常設 常設一個 是常設 一百十三條啦 一百十三條就用 就是我們再加一個 他再設一個新的組織啦 設一個新的 沒錯啦 再審的委員會啦 對啦 會有那樣有迴避的 沒有迴避的委員會 對 就是保障 也不是保障啦 就是他的懲戒 整個訴訟的 救濟上的完備啦 是要迴避的 因為我們不像工程會 工程會他是有分庭 兩個庭嘛 他可以另外一個庭 那個第一庭 做成的第二庭可以來做 再審議 那個再審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才要另外組成啦 另外組成是說 有需要的收在組成 而不是一個常設的 有常設 是常設 所以就是說剛剛所講的 就組成四個嘛 就懲戒委員會 在這個副審委員會 然後再審 懲戒再審 然後呢 副審再審 就是再放進去這個再審 委員會的機制 好109條我們也照A版的修正動議通過 接下來討論111條 同樣我們也是照A版的修正動議通過 112條 我們就是再多一個再審議的委員會啦 好112條我們也照A版的修正動議通過 接下來討論113條 接下來討論113條 113條我們也照A版的修正動議通過 接下來討論115條 外國律師 好115條 115條是在第四十三頁 四十三頁因為第四說明是保健A版的說明是 中委員中國少委員當時有一些質疑啦 我們把它加在說明欄裡面 那是希望能夠按照原來院版 行政院版的條文來通過 只有115條多一個說明是 是對 那看中委員 就取得受我們律師評估的話 你之前的條文好像是放在主文裡面 不是在說明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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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欄 我們的說明欄 把中委當時有一點懷疑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說明而已啦 那內容是一樣的 文字沒有動 條文文字沒有動 就是如果他受我國律師評估的話 就是就業服務法 好那你們再去跟中委員說明 這條我們就先保留 好來我們待會再回過來討論 接下來討論119條 就外國法事務律師 那至於他許可以後的話 如果是被我國律師評估的話 就會移到就業服務 這個不用再變動了嘛 再審議這邊就涵蓋了嘛 好啊因為當初我們這條保留 是因為要討論再審議的部分 所以保留 那現在前面文字完善後 126條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條文通過 好接下來討論127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127條的部分 我有把一些就是那個 那個立法理由把它說明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大家在擔心的就是 就是一些的法律助理啊 那他會不會變成就是觸犯這一條 所以我們把它這裡面就說沒有律師證書 而依法令執行 傷害事務的不是第一條所規定的這個情況 在立法理由裡面把它講清楚 用127條我們是規定說沒有律師證書 那裡就是處於法令執行業務的話 那意圖營留有下列這些的情況 那可能就會觸犯刑法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如果目前的法令 就是說他沒有特別規定說 他一定要有什麼樣資格才能夠去執行的 那就是屬於法令執行業務的行為 因為我們看到今天的 就是有人這個在石龍廣場提出來的 就是說一些的專利師啊 或是一些的生計醫藥的產業的廠商啊 這些師 然後他們擔心說會不會就卡到這個條文 那我特別講就是說沒有律師證書 依其他法令的執行傷害法律事務者 自非第一項規定處罰的對象 那如果其他法令並未對代理人的資格為限制者的話 那任何人都可以依該法令來執行傷害事務者 那就屬於本項的依法令執行業務 那譬如說商標法跟相關的規定 並沒有對商標代理人的資格做限制 所以呢受委任來辦理商標代理業務 那就是屬於依法令執行業務 或是生計醫藥產業廠商 委任具有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員來辦理藥證 或是新藥試驗許可行政作業 或是撰寫相關的文書 那因為相關的藥事法規 並沒有對代理人的資格做限制 所以他也就屬於依法令執行業務 都不是本條處罰的對象 就在我們的立法理由裡面把它寫清楚 那另外呢就是 第一項的依法令的執行業務呢 就是以經營法律 那另外呢就是地震市的那邊一直在擔心的 就是說他們會不會觸犯 那所以第一項的依法令執行業務呢 就是以經營法律諮詢為業的時候 那除該法令明定的法律諮詢範圍為以外 也包括其他執行業務的相關聯的法規 行為人如果依照法令為法律諮詢的時候 如果不許其他對個案的需求 就其受任案件不同的部分 那建議委任人運用相關聯的相關的法規 來保障他的權利 那不但無助於保障委任人的權利呢 那不但無助於保障委任人的權利呢 也無助於促進律師職業的環境 那維護律師的職業的權益 所以沒有必要以本條來加以限制 所以在這類的情形呢 如果涉及第一項第一款的事項 行為人只應該以建議委任人尋找律師 或是其他以法律可為代理的 代理人進行來徹底保護他的權益 也就是說當他在執行業務的時候 那他裡面可能會有相關的其他的 可能牽涉到其他的法令的部分 那這裡面當然有些權益 他可能要去提醒他那告訴他 但是如果要再深入的話 就建議說他應該去找專業的這些的律師呢 來作為這個資訊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如果這樣寫的話 大概就是一指就是說 他們不能執行這些工作了 那我當然知道這一條 他本身的公共利益在哪裡 但是如果說溝通的時間不夠 整個業界的那種恐慌還很強烈 是的 那以目前 剛剛有委員講的這個文字的話 恐怕他們就是認定說 有一些事情現在習以為常在做的 真的就是不能做了 那那些業務到底在哪裡 我們能不能就是融獲有多一點時間下去了解清楚 然後再看看應該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一條能不能先保留一下 我們再多做一些溝通 好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本身條文的困難 那這個大概是說第一個我們很明確是依法令執行業務 如果說法令規定他們可以執行這些業務當然就是排除 那當然也顧慮到就是比較具體的像商標代理人還有專律師地震士他們也都對於他們自己在執行業務的時候 當然還是會牽扯到相關的法律諮詢這是一定的 因為他們有專業他的專業也是相關的基礎也是來自於他在相關的專業上的法律 所以這個法律的定定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那現在我提的這個修正的這個動議建議 就當然尤委員有一個在立法理由裡面說明再更清楚 那剛剛管委員也提到 還要再跟這些再對話再說明再釐清這個也是一定要做的 那所以是不是有一個方向說那 因為這個刑罰就加重了嗎 是不是這個如果是這個法條要修的話 這個方向上面要這樣走的話 那有一個日出條款 所以一年後或兩年後施行呢 如果看這個主管機關的意見 要修法的話呢 我們是建議剛才趙偉所提到的是 有一個日出條款 讓各個業界專技 尤其專技人員業界呢 能夠去做修法的準備 能夠完成的不是準備而已 這樣比較明確的 那當然尤委員所提到說 某些是不是屬於週邊 專技的週邊的 是不是這樣類似無關的 不過剛才管委員也提到了 有些法律沒有禁止的 難道他一定就可以做嗎 這個也是在文理解釋上面呢 有需要再做曾經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參考三位委員的意見呢 第一個日出條款 我們就覺得是有必要啦 把它訂了 讓專技自己來去處理 第二個 就不要貿然 就馬上去進入到刑責了 雖然我們的刑責 當時認為說要意圖淫利 不過因為 有些依法令的 就這樣有點模糊 第二個的話呢 哪些週邊 我們能不能再用說明欄就可以釐清 這個我們需要再會後再做斟酌 好 那一百二十七條我們保留 那就是綜合 再把各個委員的想法跟建議 因為也是 我們也是綜合各界給我們的意見 做的這樣的一個修正的方向 好 那 好 那我先回過頭來 那請教中委員一百十五條 要不要保留 不用啦 剛剛有做過說明了 在說明引游裡面 把我相關意見再說明有 好 對應該第四條就有 第四項的說明有列 好一百十五條 我們就知道行政院的條文 審查會有一樣 就是維持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的條文通過 接下來討論 立法說明 就照修正動議 立法說明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好 接下來一百二十八條 就是律師將這個事務所張證或標示提供 就戒牌啦 是不是 那這一條在說明欄有在加是不是 非送事件 我看 因為這牽得到刑法啦 我們也再保留一下 好 一百二十八條保留 一百二十九條也是有相同的問題 這是明確啦 無律師證書 這一條要有日出條款嗎 這是無鎮書的 無照營業 無照顧用律師來做的 應該是不用日出的吧 因為這三條牽得到刑法啦 我們再慎重再處理 一百二十九條沒有保留 接下來討論一百三十二條 好 就是那個 勞委會改成勞動部 然後再把相關的辦法定進去 好 那我們一百三十二條就照 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接下來討論一百三十六條 這邊是那個 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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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要不要那個 懲戒處分是五年內 要不要有一段的時間 就不要 就是 你只要有懲戒 就無限期的放 可能這個比例原則上 我們考慮一下 法務部這邊是 要不要再考慮一個 就是有一定的期限 那個懲戒處分 最近有人要提出來 就是要遺忘權的問題啦 那你公告公告那麼久 讓大家一直在記住的話 事實上也有一點 違反比例原則 所以如果委員認為說 要一個一段期間的公告 就足夠的話 是讓我們也同意 那個決議要多久 因為我們有一項是 因住民該懲戒決定 是否已確定嘛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有必要就是說 最後定案才上網嗎 是不是更能夠 不要傷及無辜 就是因為 這樣看起來好像 還沒有最後定案的資料 就變成全部被上網 就要公開 對啊 這也是兩難啦 有一個公共利益考量 還有個人 律師的權利的考量 這個年份 這個年份 是指確定後的五年 不是 所以這中間審議 如果說經過一年半年 那個是不在這個範圍內 是指確定後的五年 那所以只有 在行政院考慮的時候 只有針對除民 因為讓他公告周知 所以除民會 有存在以外 其他的是以五年為戒 現在是第二項 第二項是不是 這樣子規定是 是否已確定 那好像會解釋說 沒有確定的話 也要公開 對啊 你的第二項這樣寫 表示還沒確定 你就給人家公開 這裡有幾個 一個是說 他有懲戒處分出來 但是懲戒處分出來之後 他還可以再復審 所以懲戒處分出來之後 能不能公開 還是要等到一直到最後 復審 決議確定之後 才能夠公開 所以確定就是要 就是他們的 立法的本意就是要公開 只是他會去註明說 有確定或者沒確定 好像不是這樣定義吧 那個副審就不算了吧 確定 確定是到最後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說 還沒有到副審 就必須公開就對了 因為這個 這一項是 歷事界在行政局審查 要求加入說 比照判決書 現在判決書 一審判決就要公開嘛 是以這個理念而來的啦 所以 但是呢 這裡面才說 第二項要註明 因為他如果說第一次懲戒 但是他還有副審的機會啊 副審時間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公開的時候呢 就公開說他是副審 認為要懲戒或如何 但是呢 未確定 以這個方式來處理 一般來講應該不會到超過一年吧 你們也算過沒有 大概半年吧 到確定啦 如果從開始移送到確定 就是說這個 也有第一個就是說 但如果有懲戒的事 有懲戒的判決 那是不是就是要先讓大家知道 然後同業之間的競爭才比較公平 就是中共利益上 還有同業競爭上 還有個人這個律師的利益的考量 就三個權益的考量 公和性的 因為也包括 那個委任人啦 對 他說他這個人現在不是說 你不答沒有 不知道啊 也許是對於保障 委任人的 就一般人民的這個權益 那就 第二項再 再去跟管委員多說明一下 那五年內卻 五年內這個就是 就是反我們刑法那個累犯嘛 是不是 五年內 那就是要放的話 再提修正動議 這條我們就先保留 好 那一百 接下來討論一百三十八條 那你也欠的到特別會員 然後後面都是過度條款 一百三十八條我們也保留 一百三十九條也是 一百四十條也是 因為後面都是過度期間的一個規定 一百四十一條也保留 一百 一百四十二條也保留 一百四十三條也保留 一百四十四條也保留 一百四十四條也保留 好 一百四十六條 一百四十六條也保留 一百四十六條也保留 這個跟大家說明一樣 這是原來我提案的那個版本裡面一個29條 129條 那已經有訂到其他條文就不予增訂 不予增訂 不予增訂 第幾條不予增訂 好 不予修正 第幾條 就是67頁我的版本的周版 那那個是條就是已經訂到其他條去了 好 那請各位同仁再回到17頁齁 我們剛剛的條文是照行政院的 條文通過但是立法理由就照修正動議 17月34條 34條條文就照行政院的條文通過 但是立法裡面有增加 我們就照修正動議的立法理由通過 好那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我想 包含主席 那個剛才管委員那個條文 第九條嗎 第五條 第五條 第九條 第九條啦 第九條 對 就是再加上 病經法務部邀請相關專科醫師組成小組認定 是不是 對 對 好 我同意 那第九條 那第九條 大家翻到 第六頁齁齁 第六頁齁齁 那我們就照 這個修正動議的文字我們就修正為 第幾項 第幾項 一 二 三 第三項的第二款 我們修正為 客觀事實 足認其身心狀況 不能執行業務 病經法務部邀請相關專科醫師組成小組認定 通過 這個通過我同意齁 但是我要請問就是我們其他的條款裡面規定說如果原因消失 好 它就可以恢復嘛 好 那那個原因消失的程序呢 有沒有配合應對這一款 你知道我意思 譬如說有一些精神性的疾病它是會治療好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你再檢視一下看要修在哪裡 在第四項裡面 好不好看要修在哪裡 好 第四項 那所以就請法務部這個立法理由再補充 好 然後剛剛管委員關注的那個問題 看看第四項的文字可不可以確認它這個重點上面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好 建委員 不好意思 我這邊只是要表達一下我們那個實力黨團的立場 就是雖然還有一些條文是要保留協商那希望趙偉我們盡快協商 請協商散會 直接送院長協商不然時間來不及吧 送院長協商可以啊 再見 22192 1 4 10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